昨天下午在北京的一家摄影棚 我们见到了一身美少女战士打扮 正陶醉于《竞歌热舞》中的刘亦菲 这次她可不是在塑造什么角色 而是在为自己的新歌《新季》拍MV 这位掩而优则唱的《新生带花旦》 为了自己专辑的筹备更是全力以赴 在MV新季的录制现场 刘亦菲着实给媒体一个惊喜 在舞蹈方面的表现让人颇有惊艳的感觉 对此刘亦菲表示自己的舞蹈功力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 公司特地为她找来蔡依林御用的舞蹈老师兰波 实在是功不可没 而见惯了大正式的兰波面对众多媒体侃侃而谈 其实因为我们这次跳这个舞 连我们的 因为之前有两位我的资深的一个助理的老师 来先来教她 连他们两个都跳得很辛苦 因为觉得第一个 其实你们如果有机会听她的歌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的那个拍子非常非常的难算 她不像一般的舞曲拍子 可能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子 她是她是你完全要听那个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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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听那个鼓的节奏 不是像一般的摔牌 所以是叫你一定要听那个拍子 所以是在鼓的节奏来讲是相当的困难 我觉得她后来有完成了 我真的是昨天终于放下一个心口的大使 对 因为真的很难 因为如果说你不照那个节奏牌的话 就会觉得不在拍子上 所以我觉得一杯真的很厉害 因为小时候是学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古典舞和民族舞 所以现在可能要做一个 我相信小时候一些舞蹈功底会给我一点帮助 但是其实像今天跳的这些东西是比较有爆发力 比较有那种有劲的舞蹈 所以自己也很喜欢这种酷酷的风格 对这位影视剧中的小玉女来说 出场当歌手的滋味感慨颇多 我觉得是可能和观众比较近距离的一种交流 相对演戏来讲 更有一些自己个性方面的东西 然后把自己一些想表达的心声表现给大家 比演戏要更直接 因为演戏是在塑造角色吧 别看在歌坛上刘亦菲是个新手 可她对签约公司和自己 可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呢 包括舞曲也是我在这个唱片公司 强烈的这个希望他们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我从小就能选跳舞 那其实专辑的部分有一些竞歌 比较竞歌有 然后最多的是中快版的 然后还有一首摇滚的歌 然后还有像《放飞美丽》啊 就要我自为那样比较抒情宽快的歌曲 然后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就是今天像这种衣服啊 其实是我自己设计画的 然后请那个叫什么 请服装师 对请服装师帮我做 所以自己是非常希望把 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刘亦菲 展现在大家的这样的面前 可能是比较动感比较活泼的 前约新所唱片之后 刘亦菲推出的首张个人投名专辑 将在8月31号隆重面试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张融合多种风格 做出不同尝试的专辑 以及这首动感十足的MV 心计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刘亦菲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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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